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 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生命线的开端 分支比较多 而且很容易出现这种 早年体质比较弱 失业线从手掌的根部 先下后上 穿过这个智慧线 构成一种内置的元宝纹 所以说这个是直奔感情线 这个先苦后天 石教原主是27岁以后 财运是逐步的丰隆 30岁之后是更进一程 所以说这个36岁也不错 37岁呢稍贱不顺 这个40岁呢是礼于乐龙门 43 47岁呢是要注意 这个钱财的破号 这就是典型的从这个 这个手向当中文录的一些流年 来划分 大概的位置可以判断 它什么年纪顺利 什么年纪不顺利 那么感情线 如果是说 起始阶段 这个起始阶段 出现这种倒门断裂 或者是分开的情况 这就是容易出现波折 这个难免二婚 难免二婚 结婚线四条 长短不一 并且有断裂 这个感情线是 感情上是非常的不稳定 手向当中 如果是出现导子纹路 不论是出现在哪条纹路上 都是要需要注意的 这个手上 这个露骨扶金 露骨扶金 手指正掌宽 做事非常的 利索 这个稳重 说到做到 这个骨露金服 自力更生 自己买马 自己骑的命想 中指跟食指之间的 还有一些缝隙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 早年不余前 早年不余前 所以手向之法 不外乎就是这些 这个形态 纹理 长色 如果三者有机结合 这个非常好的话 就属于上乘的手向 具有两者是偏上 具有其中一者呢 就容易 就是说 他的运势特点就偏下一点 纹理难辨 纹理难辨 纹理虽然 这个难辨呢 但是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 有一些轻微的变化 但是其形态呢 是很少变化的 形态很少变化 形态难辨化 色则就容易变化 就纹理变 形态有变 其手呢 就基本上不会发生变化 所以说这个 这个手向特点呢 就是根据这个一些 这个方法来判断 到底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这个 上等手 中等手和下等手的 这个区别 就是在这里 好了 有关这个手向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 面向风水 发明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明